到了 三位了 真的很硬 如果現在線上觀眾就覺得 哇 這真的好像沒什麼了 歡迎大家 真的 自己來體驗一下 打到嚇到 還是POSE 這個是已經設計好的 館長今天被兩發耶 要調整 哇 這邊 左右切換之後 側面 哇 剛剛 這個勾拳 上勾拳 又是嗎 館長 現在看起來呢 稍微小喘 但是 還是毫不費力 應該還算輕鬆 對 我們接下來呢 要歡迎我們TOYS的教練 李玉希森 阿森 我滿期待的 我很期待這一場 期待這一場 那你覺得對TOYS現在目前的表現 對 有信心嗎 他剛打阿倫 我覺得打不錯 打不錯 然後他打館長 應該就是要承受那個 那個壓力吧 因為畢竟體積不一樣 而且先嗆一下 對對對 而且別人不知道打 又加上摔了 現在全部線上的觀眾 應該就是在等這一刻 看這三分鐘 TOYS到底要怎麼樣來對決館長 對 沒錯 我們就接下來看過去 喔 先禮後兵阿 哇 館長 超有武德 雖然那是TOYS狂獎 對 真的 真的 囉嗦 一拳直接頂過去 但是館長現在 示意讓TOYS呢 多做一點攻擊 TOYS也不練戰 這邊 攻擊完之後 他會有一個步伐的往後退 對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做得非常好 沒錯沒錯 你不會說太腦衝的一個部分 對 沒錯沒錯 他現在最好就是 不要想著可以打出很重的攻擊 應該是要一直點到對手 對 因為畢竟現在可能短時間也沒辦法直接寄到觀眾 而且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看到TOYS很好的地方 是他的拳擊的折是有直拳系 還有上勾在左勾 就變成說他有各個方向的一個拳 對 他們之間只會王八拳 哇 那是阿森教的好 沒有沒有沒有 他學的好了 真的有非常非常有天分的一個 應該說選手 畢竟電競運動員也是需要身經被解 哇 這個右手 直接往這個館長的下巴攻擊 而且TOYS做得很好的地方是他現在動 對 這個閃得漂亮 哇 這個三個月你說三個月有這樣的表現 我真的是非常驚訝 好 現在館長想要用這個體型優勢 把TOYS帶來到地板 但是TOYS呢 哇 掙脫了 還往後退 接下來呢 哇 這邊呢 持續的往前壓 右手的勾拳看起來是非常有破壞性 加油啊 哇 館長是有點喘 喔 三個月 所以有比較大的一個動作 One two 但是TOYS從側邊 哇 這個 哇 這個後手變了 這就沒救了 哇 這個恐怕是要收掉了 哇 這個如果是直接壓力下去 TOYS可能怕是明天才會起來 對對對 今天進入夢想 但是館長現在看起來體能 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耗損喔 畢竟是連續戰隊三位選手 這是真的很累啊 有打過比賽就知道了 三位了真的很硬 如果現在那種線上觀眾就覺得 哇 這真的好像沒什麼了 歡迎大家 真的 自己來體驗一下 哇 打到嚇到 哇 還是TOYS這個事情設計好的 館長今天被兩發耶 哇 可是這個也是蠻有可能的 因為畢竟壓迫感很大 然後可能有時候 不小心 因為TOYS身高也比館長少一些 沒錯 相信不是故意的吧 不是 不好說 不好說 應該沒那麼髒吧 是 是 好 那我們可能要請鍾培生先生 要稍微小心 對 對 TOYS現在不錯啊 是身體的動作開始都會有 是 這個律動感非常好 而且他的右手 我要提醒鍾培生先生 如果有在看這個直播的話 可能要小心他這個後手 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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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不小心直接撈到你最少了 但是TOYS這邊可能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我是稍微觀察到他的下巴 對 太高了 會拉得比較高 對對對 那如果鍾培生的這個拳擊經驗 比較多一點點可怕 對 很怕這種短 沒錯沒錯 對 這個短時間內 就是要調整 哇 這邊 左右切換之後 側面 哇 哇 剛剛 這個勾選 上勾選 又是嗎 又是 又是 真的 沒有勾選 你沒感覺吧 又是 這樣勾到是什麼 哈哈 請問這上場聊天是可以的嗎 好 就激怒對手 激怒對手 激怒對手 哇 連續兩發 這個 終於野獸不是開玩笑的 好 現在TOYS往旁邊轉 但是館長是想要把他關廁所 看起來是 好 現在是最後十秒鐘 好 現在這個 兩邊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體能的 體格的差距 這應該就沒救了 館長是直接把 TOYS壓在場下 對 好 我們真的要給觀眾拍拍手 真的 WOW What a match 連續站三位選手 車輪站 這個我們只有在外面 這個 我上一次看到是 納區上天心 真的 哇 今天喔 可以說是看到TOYS非常不一樣的表現 有嗎 有 真的 而且還可以嗎 感覺很喘 還可以 今天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就是我們今天可以看到TOYS 我覺得是相當不同的表現 因為其實過去 我有持續在關注你的表現 像跟阿森的練習過程當中 就覺得你的 應該說 前面可能是會比較容易 被攻擊到就會腦衝 但是我覺得今天呢 應對進退啊 還有整個收力 還有控制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完全跟之前是關不起來 沒有想過因為對手是館長的關係 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真的衝起來打 一個不小心打到館長一拳大的 脾氣上來了 我就完蛋了 因為我今天來這裡 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 絕對不可以受傷 對對對 因為受傷了 後面可能就 可能一人會敗不能練 因為剩下我們三個禮拜而已 沒錯 很重要 很注意這個有沒有受傷的狀況 對 但我們剛剛有關注到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誤擊館長下當兩次 這個是不是 這個是 是不小心的嗎 也不能說是故意的 也不能說 注意喔 不能說是故意喔 主要是館長比我平常對練的選手 都要大直 沒錯 就是你個子比較小 所以他的下掌位比較高嘛 所以很正常就是不小心下面一點 我的對手也身高也跟我一樣 所以我打拳的這個習慣的位置 已經快要固定的感覺了 那我要不要提醒一下鍾培山先生 可能那個護盪要穿後一點 那到時候比賽就故意 來一個 好 那我們也期待就是TOYS 那這幾個月的一個備戰 你覺得在接觸這個拳擊運動 或是格鬥運動上面 你有什麼樣的收穫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是完全初學者 體格會跟你的對手 這是第一個啦 第二個其實打拳其實挺吃腦子的 就是也是一種對自我的挑戰 但我覺得這個部分你做得很好 因為你畢竟之前是很知名的電競旋轉 別吹別吹 這是館長的台不能吹 你只能點 還是要吹一下 沒有因為等一下館長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要吹館長 所以我現在這個時候吹一下 其實格鬥這個東西來說 其實一旦接觸了 我現在唯一想到的壞處 就是他就是會受傷 可能會影響工作或日常生活 但是撇除這個受傷的話 這個運動其實是很棒的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因為前一陣子這樣子 很密集訓練的時候 你有沒有身上有一些什麼傷勢 有 我好幾個傷其實 目前就是這邊也還是傷 然後胸肌也還是傷 然後再來眼窩骨折到現在也 那不會好要開刀啦後面 就是等比賽結束之後 所以最近就是訓練的強度沒有那麼高 但是就是盡可能不要再受傷這樣 理解理解 好那我們非常期待就是七月五號 亞洲主賽 應該說所有的觀眾朋友 應該就是衝著這一場 買票來看的 那要不要吹票一下 請大家 各位觀眾想一下 在這邊是陳吉思汗的台 沒錯嘛 是 Carrie也有嘛 就是館長的台也有嘛 你們要想耶 館長是總顧問耶 你們不買票就是不給館長面子 你別說什麼其他嘉賓 對不對 買一張票有十幾個表演嘉賓 又有人打架 又有人唱歌 又有人跳舞 又有人甩奶 還有館長總顧問耶 不買嗎 聽完我就要買個四張了吧 對不對 是不是各位 那我們接下來有請我們的總顧問 館長 好我們有請館長登場 謝謝Toyce 館長 謝謝 謝謝 館長辛苦了 是是是是 還好啦運運動 當作練習這樣子 感覺 哇這個連續對到三位 是是是 真的是 因為館長現在這個 嘴邊有一點點勝血 沒有 剛剛有差到 這很正常啊 練這個很正常 而且我剛剛一直讓他打 故意看他的體力 體力 你有練過嗎 你看他很想很硬 一直打得其實很累很累 是是 沒錯 那館長好不好來分享一下 今天跟三位選手 來這個對戰之後 你對三位選手有沒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你看Toyce超好練三個月 然後Peter跟617 超好才練兩個禮拜多 那其實你看他們的動作 都跟 都已經兩個禮拜而已 我們可以反過來想啊 兩個禮拜 然後他們很認真的訓練 所以今天其實他 你看我練超過20年 對 他們練才 兩個禮拜 那其實打起來味道 只是一些進度 那其實他們有興趣 多花一點時間 對 那其實我們辦這個比賽 主要目的 當然是表演賽 很多觀眾質疑說 為什麼都叫一些格鬥拳友來打 其實台灣很多格鬥拳友 你也知道 但是沒人看 他的效益不好 沒錯沒錯 那藉由這些網紅願意來幫忙 他們也是很犧牲 你說617家個人是柔到底的 Peter他是健美的 健美專業 飲食專業的 那Toyce他是電競選手 所以他們三個跟大家講一句 跟大家講一個東西 包含孫生他們 是是是是 他們跟大家講如果有心 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是 每個人都可以來練 的確 我覺得館長講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也是 選手出身 就是 從這中間可以去獲得一些自我的肯定 是是是是 享受這樣子成長的一個過程 他是算蠻特殊的運動 是 他並不是任何的運動可以去取代 他有他的man 是 有他的味道在 是是是 那館長這邊要不要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你覺得這一次比賽 應該是說 這三位選手 像你剛剛跟Toyce 之前有跟他對練過 是 那這一次的一個表現 那當然他進步蠻多的 是 但是我個人覺得他還是 他其實可以進步更多 時間需要再花長 因為他都在浪費他的時間 怎麼說呢 平常跟我吵架 哈哈 或是說 或是說 他可能就是很煩啊 他整天做直播耽誤 就是練習的時間相對來講 會不會壓縮 會比較壓縮 那如果他 從半年前開始練 他現在應該更厲害 更厲害 對對對 更厲害蠻多的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 皮特哥哥跟六一七七 是 在我們成績三這邊練習 是是是 那感覺應該成績三這邊的一個師姿 非常健康 因為我們都是 我也說實在話 開場館的目的不是說 我們一直去教很多教練出來 尤其是格鬥機的教練 因為格鬥機有太多分享 你也知道 那所以我們寧願去請 最專業的 我們花錢去請 然後我們來操板 因為我們都懂嘛 我們這次給他們 都是拳擊 拳擊國手 都是國手級的 不然就拳運會有得名的 不然就是一些 真的是 拳擊的 跟他們所有的教練 包含了 台中嘛 那個 艾里 包含著孫生 他們那個教練都是分開的 都是分開的 都是專業拳擊的 因為今天如果打 綜合格鬥 我們就有十字 沒錯 他只打拳擊 拳擊又是另外一個 規則的不同 他有 他的 他的 主要的一些 厲害的成分 沒錯 所以我們還是選國手 就是分門別類 對對對 所以可見呢 館長剛剛講的 所有選手是非常非常認真 在準備這一次 7月5號的這個 終於是戰 最上的終於是戰 當然希望大家可以來現場看 因為 他並不是只有打拳 嗯